這邊剛剛其實只是做這個 其實慢慢習慣了 除了你看右邊之外 左邊的變化 你可能要稍微要注意一下 那左邊的部分實際上就是所謂的那個 那個所謂網頁的原始碼 網頁裡面其實主要就是透過這些標籤 去做一些變化 那其實這個也是網頁的一個部分 如果你做網頁設計 你不懂右邊左邊的部分的話 其實在很多地方設計是會有問題的 當然你一下子可能沒辦法記那麼多沒關係 你慢慢去累積 比如說像我們主要是一個DIV 後面加一個這東西 一個DIV會有一個DIV的結束 那至於結束 特別說哪裡開始哪裡結束 一成一對的 那其實常常有同學做錯的地方是 上面有一個下面可能漏掉了 要不然就變兩個 如果他不是一對的 多一個或少一個也不行 所以很容易犯錯的地方都在這裡 那你只要細心 只要特別注意一下 大概就知道 選取的時候 像怎麼選呢 Netbar一直選 你會發現這個開始有沒有 一定會有個結束在這裡 那結束的話一定會有個斜線 在這個開頭 所以這個地方 頭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 OK 頭跟尾 那他的外面會包一個什麼呢 包一個content 有沒有 content的頭在這裡 尾巴在哪裡 尾巴在這裡 那在外面還有一層 外面一層的話就是page 有沒有 page的頭在這裡 page的尾在這裡 當然你也可以另外一個選取方法 就是點擊這條線有沒有 他就會整個選起來 page到結束 這個選取有什麼作用呢 其實你可以透過這個去改變他的顏色 比如說包含什麼 page 我們現在選整個page 你可以怎麼樣 在這邊有個datasync 這個datasync 一樣可以去變更什麼 變更顏色 比如說我希望呢 變更的是他的header 這個header 你可以選什麼 選這個框框有沒有 這個框框選起來 那這個header有沒有 就會被選起來 header指的是什麼呢 就上面這一塊 就是夜首的部分 那你如果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黑色的話 就是A嘛 黑色那你可以切過來看一下 他這個說A嘛 如果你要換別的顏色 尾巴提供一個 即時改變 比如說要變成藍怎麼藍 按下去有沒有 變藍了 黑藍銀色了有沒有 灰色好像也差不多 灰跟就類似像這樣 然後呢 再來黃色 ok有沒有 那你可以怎麼樣 針對你選的那個DIV 去做顏色的設定 但是很可很可惜啦 他預設只有五個顏色 那你想說老師 那五顏色太單調了 你可不可以多 多支多彩一點 當然可以 其實呢 然後那個 JQuery Mobile這個套件 他具備可以讓你 制定非常多種顏色 的功能 不過這個可能我們後面再講 因為有點複雜 你就是A到Z每個顏色都不一樣 可不可以 怎麼做 我們後續再來看 然後把它恢復了 好像這個預設就A 黑色 好這樣子 那其他如果 你要再選取其他地方 比如內容要改 可不可以啊 你選內容 然後改個顏色 改什麼 改黑 藍色 好了OK 那你幫他即時看一下 你會發現內容部分 其實也會針對你 你調整 不過有時候 你選內容不見得 他可以設定顏色 有時候可能要選整個 Page 顏色才會變更 所以有的地方 恐怕要再試一下 像內容 他有啦 不過就是這麼一小塊 有沒有 這一塊有換個顏色 好像不太顯眼 OK 那當然你可以把它恢復 就把它Delete掉 Enter 好 好 那我們 這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你可以 藉由那個Sync 這個DataSync 去改變任何地方 DIV的區塊顏色 那接下來我要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List View 那所謂List View 就剛剛看到的一個 一個清單 那如果我這個清單 我也希望 做的效果 因為我們現在只有 底下有三個Page 所以 我們這個三個Page 假設我希望做一個List View 這個List View 其實就長得像 這邊看到的 就像下面這一塊 那當然你們未來可以怎麼樣 上面做類似像這樣的 就是它的什麼 生平簡介 小故事 人生觀 等等一堆 當然不要太多 因為它也不能放太多 頂多大概四個五個 最多了 那下面這個叫做List View 顏色會變更可以 那底下這個List View 怎麼做的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 我們要做第一個 先把游標放在正確位置 特別注意 游標你不能直接放這邊 按Enter 這個地方可能 要透過左邊這個地方 找到什麼呢 找到這個DIV NetBar 到DIV NetBar的結束 請你在結束的後面的右邊 這個地方點一下 Enter 特別注意啦 我們需要放的位置 大概是在這裡 那你把它 有沒有再切過來 切過來沒辦法 在這邊 那做什麼 我們先需要在這邊 先把需要的文字 就這三個項目 把它複製一下 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裡面 這個我把它先貼上好了 把它先貼上貼到這裡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DIV的下面 下面有沒有OK 記得喔 是這個DIV的下面 然後分別把它怎麼樣 按Enter 一個Enter 把它分開就對了 記得喔 如果你不從這邊 好像它會比較不容易 找到適合的位置 所以第一個 請你在這個NetBar的DIV外面 然後怎麼樣呢 把它按Enter 換行 選起來之後呢 接下來請你 一樣把它改成項目清單 類似長這樣子 你會發現喔 做完之後喔 在我們的那個 左手邊喔 它實際上就是幫你產生什麼 反正項目清單一定是UL 開頭 結束UL 那裡面的單一個項目就LI 開頭 LI結束 不過好像裡面會有一些空白怎麼辦呢 你也可以把這些空白刪掉 理論上應該是 最好的是怎麼樣 就是這個不要空白 然後這邊開頭也不要空白 反正就是 結構一定是UL開頭 然後UL結束 中間的項目就LI OK 好這樣的話就完成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我要連結一樣 最新消息連結到哪裡 連結到緊 page1嘛 所以這邊的話一樣 在這邊打一個page1 Enter一下 然後這邊的話 其他都一樣喔 把這個選起來 然後貼上page2 跟剛剛做法基本上一樣喔 差別只是說呢 這個list view不需要一個DIV 所以你會發現喔 我們前面的那個netbar 需要外面加一個DIV 這個不用 再來做什麼呢 請你把游標放在UL的前面喔 這個地方 游標放這裡 做什麼呢 游標放 今天是放這邊嗎 你把 左邊 右邊這邊的話喔 因為我希望把這個UL變成什麼呢 它的角色變成一個list view 那 直接在 右邊這邊呢 選擇什麼呢 它的data law 點選呢 它的角色啦 就是這個清單呢 我希望喔 因為你現在看一下 我如果沒有做 做那個list view的話 它長的就會像這樣子 可以連結 可以連結 但是呢 這個連結感覺 就是很醜喔 因為如果說在手機上喔 字這麼小 而且不是一條的話 那你在 點選啊 你用滑鼠點還蠻好點的 可是如果你是用手點的話 那感覺好像太小了不好點 所以怎麼辦呢 我要把這個項目清單 變成一個什麼呢 變成一個list view 有不要放UL這邊喔 然後呢 把data law改成什麼呢 改成叫list view 那實際上呢 它會幫你做什麼呢 你會發現喔 它實際上就是在UL後面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data law等於list view啦 實際上就是幫你補這個而已啦 有沒有 data law等於list view 直接補這個啦 OK 那當然你也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不要點右邊的東西啊 我可不可以自己打 當然可以啊 有的時候習慣什麼 我乾脆自己打好了 data有沒有 會自動出現 那你可以把它點兩下 data law 所以可以打一個data law 但是 等於什麼呢 等於list view 這邊也有 這樣也OK 所以你說 老師我習慣這邊打程式可以啊 只是說我後來發現 還是大部分同學 好像還是比較喜歡有圖形化的東西 因為你要自己打喔 除非你累積一定的功力啦 以目前現階段來看 好像大部分同學還是喜歡從這邊 但是慢慢的你可能喔 以後習慣之後乾脆在這邊自己打好了 好像還比較快 好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喔 即時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呢 它就怎麼樣呢 變成一個list view 下拉這邊點擊 可以上一頁 OK 但是好像黏在一起了 黏在一起 下一個 OK 大概是這樣 先把這個list view做出來好了 然後 再來待會 我們再來看就是 其他的一些相關效果 最新消息 其他 一個list view 好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在這邊 最重要的 記得喔 我們是在 這一個本來 它是在 把它先剪下了 它原來是在 這個內bar的外面喔 記得在這個 內bar的下面 然後 開始在這邊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喔